欢迎来到三爷奶奶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五个恐怖的美国都市传说 5.孟非斯伯乐尼怪 孟非斯伯乐尼怪是一个神秘的大型野兽 据传在1973年的一个午夜 一堆年轻夫妇正停靠在孟非伯乐附近的河滨一角 当他们听见奇怪的咆哮 一个巨大潮湿毛濃濃的泥泞野兽 战动了寂静的夜晚 据报导 如于约翰逊的父亲明确禁止他的女儿与礼约社约会 所以这对夫妇选择了这样一个较为偏僻的地点 当一声惊恐的尖叫响起 一个约有七英尺高的白毛怪物 他正从灌木中摇摇晃晃的转过身来 当他的毛皮划过河里的泥浆 肮脏的 他以一种笨拙的动作前进 不管他是什么 李约瑟说这不像是一个人类 他们很快逃离现场 当地警方随后在他们的报案之下前往查看 但他们惊讶的发现 泥浆中留下了许多巨大的脚印 在几次调查后 该生物再次出现 树林里传来了这个生物可怕的吼叫声 巡逻车快速后撤 事实上当警察开始用手电筒搜寻该地区 狗栽树附近嗅闻 希望再次嗅到气味 然后警犬恐惧和被叫 他们不肯再前进 至今为止 没有更多发现 人们只知道他们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出现 然后在两周后只留下许多恐怖目击并且消失 肥肤行者 肥肤行者 肥肤行者是一种由纳瓦或人的医者或部落治疗师通过仪式转变而成 他们可以将自己塑造成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动物 通常是土狼 猫头鹰 狐狸 狼 狼和乌鸦 在动物形态中 他们喜欢待在黑暗的地方 当夜幕降临 他会成为一个捕食者 一些皮肤行者的故事说 他们的腿能高速移动 但一个人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行驶 皮肤行者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跟上车辆 避免谈论他们 皮肤行者除了能够催眠他们的猎物 当有人谈论他们 将获得关注并且带来死亡 三 夜间游行者 夜间游行者是夏威夷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传说 据说古代夏威夷战士的鬼魂 会出现在夜间并到处游走 人们说他们的游走是为了要保护最高级别的酋长 亦或是正在寻找进入下一个世界的路口 他的出现常伴随着鼓声和吹海螺的声音 如果你听到这些声音并看到火炬 赶快躲起来 不要看他们的眼睛 如果你打破这个规则 将意味着死亡 烧焦人 澳海正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他在1948年发生大规模的野火 烧毁了山谷部分地区 由于当时的一些限制 有些家庭被困在山上数天 其中一个男人和他的儿子就住在那里的一个独立小屋 因为他们几乎与镇上的人断绝联系 当火灾发生时 这里被遗忘 大火吞噬了他们的家 小男孩睁大眼睛 他的父亲已经死亡 而他自己的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 他几乎完全被烤焦 火灾发生几天后 当警察和消防队终于抵达这个被遗忘的地方 他们惊恐的发现 男孩的父亲被剥了皮 并且悬挂在树上 显然他已经死了 为了找到这个残害尸体的人 警方展开调查 突然间他们看见一团烧焦的人形落块正在移动 警察们忙着追逐他的气味 但烧焦人逃脱了 他隐藏在山林间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一个恐怖的传说 烧焦人依然躲藏 并且他正在寻找更多的人类皮肤来取代自己的皮肤 一 教皇利克怪物 教皇利克怪物是一个古老的肯塔基都市传说 他被描述为一个人类和山羊的杂交 并且他是一个畸形的马戏团怪物 由于他在马戏团受到虐待 因此他发誓要报复人类 另一个版本则认为 这个怪物实际上是一个已堕落的农民所转世 他利用牺牲伤养换取撒旦的力量 传说教皇利克怪物会躲在生锈的桥下 利用沾满鲜血的斧头砍杀人类 或是用催眠 将人诱惑到正迎命而来的火车前 请不要寻找这个怪物 该杖桥非常危险 2016年一名游客在搜索怪物时被火车撞死 谢谢您的收看本节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忙按赞加分享 订阅频道 我们将持续更新 我们下回见 拜拜